隶属于花防部 第二地区资源指挥部的阳性军官 招人爆料 单位实施步枪射击期间 擅自同意民间人士进入了靶场 教导官兵射击训练 并登上靶台进行实弹的射击 部队的同袍看不过去 将讯息po网才曝了光 目前花防部除了将人员为师的部分移送法办 全力配合司法调查之外 也重申会持续的加强所属官兵 法纪官面以及靶场的纪律 以严肃军纪 7月份的汉光演习即将来到 不过在之前部队都会进行下基地的射击训练 而隶属于花防部 第二地区资源指挥部的阳性军官 却因为同袍射击建策的成绩不是很好 特别找来了民间生存游戏的友人 指导官兵射击训练 并且登上了把台进行实弹射击 就是这个夸张的做法 让部队的同袍看不过去 将讯息po网才曝了光 当时6月8号我们进入复兴北营区 使务打坝 当时设置到一半时 有一位厂长的民间友人进入靶场 还教导我们设计 更扯的是他连钢盔都没有带 防弹背心也没有穿 任何安全措施都没有 还进行实弹射击 这令我觉得匪夷所思 教官可以教我们设计 忍不到他来教我们设计 重点是他还是一个人间 的人间是一般民众 这位陈姓友人在花莲开设生存游戏店 已经超过15年之久 在花莲市小有名气 阳姓军官因为跟他熟识 所以请他指导设计训练 造成风波也不是他所乐见的 阿亲那边教导他们而已 后来因为另一名士兵说 他的枪枝都打不好 只要他上拔场打 不是一颗就是零颗这样 打六发只有中一发 要不然都是零发 所以就教示范一下 我们就帮他做调整 枪枝的嘴心脏口稍微做调整 然后再请士兵们再继续打 后来有比较改善 重了四发 当下我就觉得 再帮他做调整一下 然后请杨厂长亲自去打 那杨厂长因为说 教官你调的话你来打 就是释放 纯粹是 那个用意只是释放给他们看 对 也是一方面也是对那一把枪的一种效证 归零效证 效证枪子 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你打了几发 因为当下都是六发枪子的 就是打了六发 目前花东防卫指挥部 也移送法办 全力配合司法的调查 花旺部也重申会持续加强 所属官士兵 法纪观念和法场的纪律 来严肃经济 记者刘明镇花旺市报道